那如果当我点击哪一个呢 底下这个button 这个就是option button 点两下之后的话呢 程式呢就写在下面这个地方 那点上面跟点下面不一样 所以呢我这个地方 假如说我把它启动起来给各位看一下好了 这地方启动 有没有发现 这地方它预设的话两个都是空的 那如果当我现在 比如说有小到大点下去 你会发现自动就有小到大 那不过呢它现在还存在 OK那当然你也可以写 点完之后它自动关起来 要开再开 那这个部分还可以再改 那由大到小点下去 有没有点一下 它就自动执行 这样感觉会比较直觉一点 而不需要说选了再按确定 感觉好像有点啰嗦 所以这边的话呢要怎么做呢 特别注意 请各位呢在这个 再增加一个user form 2 然后呢在这里 增加一个这个option button上去 特别注意我在这边名称 也稍微更改一下 叫ob1 这个叫ob2 然后呢程式就写在这里面 那相关的结果档 我也把它放在这个 我的那个云端空间里面 好像在这个地方有个4 里面的话也有程式嘛 各位参考一下 试试看 可以把画面呢 不过我这个 这个画面是多一个按钮 我最后是把它取消掉 然后各位稍微参考一下 我们画面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我试试看哦 谢谢观看